Hello,大家好,我是老花一 昨天咱们剪下来的很多的一个蟹蟑螂的叶片 今天就教给大家如何让它变成这么美美的一盆蟹蟑螂 然后就开始 变 不可能的 千万别把老花一认为是一个什么半仙 没有半仙 就是说 昨天剪下来这些叶片经过了晾干 但是中间出现了一个小的插曲 你看好多的叶片被揉领了 被揉搓了一下 然后我几个孩子就给他们放到水里面 然后又搓了一下 你看大多的一个叶片都受伤了 但是还有很多都可以用来扦插的 接下来我进行一个筛选 然后教给大家如何去扦插 咱们挑选的时候追寻什么原则 就是昨天的原则基础之上 尽量挑那种不受伤的 你看这个就受伤了 这个就没有受伤 所以说这个我就也应该是可以扦插活 但是它的一个组织都大部分受伤了 它的成活率肯定会下降 因为牵它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成活率 所以说我就挑选一些叶片比较壮的 有的话问不明白 他说你为什么要晾干一下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晾干 晾干就是说它的一个伤口在一块 就是已经干了 已经结痂了 就是像咱们的一个伤口一样 它结痂了 你给我胳膊这 你看是吧 它已经结痂了 因为这个时候它可以溅水 如果说咱们这种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 你溅了水以后伤口就不容易愈合 这个花也是一个道理 你看这个地方它干了以后 咱们再往土里边插的时候 它溅了水以后 它就不会感染 不会复发 它就更容易去生根 如果说刚剪下来那种直接去牵扎 可能就是有细菌或者真菌 侵入到这个伤口里面 会导致它的一个腐烂 所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叫令干这一说 所以大家一定理解这个意思 好多的花友就是牵扎的时候 问用什么 其实用什么 你看一般的用沙子 或者说这种稚石 或者珍珠岩 或者这种 就是咱们常用的这种种植型的泥碳土 都可以进行一个扦插 有的话也用海绵扦插 还有人用水插 我觉得这个谢尔兰那一块就不适合水插 就是说尽量的用一些个机制 今天我就选到的是直接的一个种植土了 因为我就是说不想再给它来回倒盆了 就一步到位用种植土 我用到的是一个品式的5-20的一个泥碳机制 就是这种的话 一个机制是比较的无菌无虫卵 大家在扦插的时候用机制 不论是种化一样 第一点要求就是无菌和无虫卵 咱们刚才也说了 如果说有菌的话 咱们插进去 它就被感染了一个真菌 一个病害了 那还有什么用呢 对吧 必须要无菌无虫卵 扦插的一个机制 尽量的疏松透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一个疏松 然后我给它加入一些珍珠岩 它的一个造价比较低 有的话说你用露枣这个成本太高了 有没有这个成本低一点 我就用到了一个珍珠岩 而且咱们在半土的一个过程中 就不需要加什么肥料了 因为扦插的时候尽量的就不用肥料了 这个时候它比较小 另外咱们扦插的时候 还要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千万你要竖着 给它找正了方向 有的话有这么倒着插 插一辈子也不活 对吧 有哦 不是说没有 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大概用到的也是一个5比1的比例 插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效果 就可以直接用来扦插了 就这种直接可以用来扦插 然后我给它选用的是这种 就是排水和透气比较小的这种控根盆 就是说它的一个 排水的一个功能 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透气 扦插的时候就怕这个有积水 就是老是给泡着 那种不行的 土壤最好是保持一种 温润潮湿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咱们用到的是这种 然后放入一些土 不需要放特别的多 特别满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扦插了 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扦插 扦插的时候给它落位 就是说给它把位置找好一下 然后一个深度 大家也稍微的掌握一下 就是说 有的话 直接给它埋死了 直接就是给它埋死了 这种是不可取的 咱们又不是在种豆子 一定要给它露出来一些 就是说大概的话 就是一半 或者说三分之二也可以 但是就尽量的不要太那个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一个扦插 扦插的时候呢 尽量的别是一横一竖的这种扦插 千万不要 你要竖着呢 就给它多竖着来 为什么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边 你看它扦插的时候也是按照一个顺序来的 如果说不按照这种顺序 它就长得特别的乱 你看这个就是说形态比较好看 这是为了咱们后期的一个形态更好看 所以说呢 就按照这种一致的一个排序 一致的一个排序 大概都是这么一致排序过来 都可以了 你可以竖着也可以横着 但是呢就是别尽量的 别尽量的让它这么叶片对着来 就是让它竖着来 这种竖着乘一竖 然后这一盆也是那样 因为这个盆比较小啊 比较小的话 我就给它插四片 就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了 插四片就可以了 喷水之前呢 教给大家一个提高成活率的小技巧 有的话就是说 我老是掌握不了这个水量 我教给大家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说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托盆 能够把这两个盆给放下的那种 你或者说你一个托盆找一个盆也可以 下面呢给它垫一层珍珠岩 大家如果说没有珍珠岩 可以用沙子去代替 我加了这个珍珠岩的一个主要目的 大家一定要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提高它周围的一个空气湿度 加沙子呢 就是说不让它吸收更多的水 万一说是积水了烙水了 它这个成活率也就变低了 如果说大家不用沙子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用个就是用个托盘扣过来啊 是吧 或者放到那个井边上啊 就是放到就是说比较潮湿的一个地方 我是这个意思 让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另外呢就是说上面的一个喷水了 上面的一个喷水追求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潮湿就可以了 大家经常保持一个潮湿就可以了 不需要就是过分的让它特别的多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放到一个散光的地方啊 就是说可以不用曝晒了 如果说曝晒的话 就会让这个蟹爪连里面那个叶片的水分 给过分的蒸发掉 这种的话就不利于它的一个牵插成活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你说好多的花友呢 拿回去以后 你别把自己的蟹爪连也剪得跟我这个似的 我是为了牵插 我剪这么凸可以 这个死不了 那为了就是说咱们想养这一盆养得更好的话呢 你就适当的掐掉几堆叶片就可以了 把这种小牙子一掰啊 如果说感觉长了 把上面的这种给掰下来是吧 它比较饱满的时候 也可以用来一个晾杆以后牵插 大家一定注意这个 千万别按部就班 你别咱弄啥你弄啥 有时候不适合咱对吧 所以说技术跟方法就是这么点东西 然后呢 这个这个蟹爪的故事 咱们会一直讲下去 如果说等它发根成活了以后 我会随机送给大家的话 大家一定记得持续关注一下 好了 大家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老花一 雅伐最正义 咱们下期再见